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。朱高赤刚刚驾崩,整个皇宫沉浸在一片哀痛之中。然而,在这深宫的阴影下,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,悄然上演。 夜幕降临,太监们手持白玲闯入郭贵妃的寝宫,令她惊恐万分。白玲的出现,究竟意味着什么?是宣告她命运的终结,还是隐藏着更加复杂的宫廷阴谋? 在这权力更迭的关键时刻,郭贵妃为何成为目标?永乐元年,1403年,北平城内一位名叫张氏的18岁少女,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入了皇宫大门。 她是一名普通指挥使的女儿,却被先帝朱元璋亲自选为太孙朱高赤的妃子。当时的朱高赤已经33岁,身材肥胖,不受其父朱弟喜爱。 张氏心里清楚,这桩婚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。 然而,张氏并未因此灰心丧气。 她深知,命运给了她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,她决心要好好把握。 出入皇家的张氏表现得温婉贤淑,勤勉好学。 她不仅精心侍奉公婆,还努力学习宫廷礼仪和典章制度。 她的聪慧和勤劳,很快赢得了婆婆徐皇后的赏识。 朱高赤虽然不受父亲宠爱,但为人宽厚仁慈。 她欣赏张氏的温柔体贴,两人渐渐培养出深厚的感情。 婚后第二年,张氏诞下一子朱瞻姬,为朱家开枝散叶。 这个小生命的降临,不仅让朱高赤夫妇欣喜若狂,也让朱棣对这个儿子有了新的期待。 就在这时,朱棣做了一个奇异的梦。 梦中,她看见已故的父亲朱元璋将象征皇权的大龟交到朱高赤手中,并嘱咐她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。 这个梦境被朱棣视为吉兆。 她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长子,对朱高赤的态度也逐渐转变。 永乐元年,1403年,朱棣发动靖南之役,亲自率军南下。 朱高赤被留守北平,张氏则听从婆婆徐皇后的指挥,组织城内妇女参与守城。 这是张氏第一次面对如此重大的挑战。 她必须在丈夫不在身边的情况下,担负其保卫皇城的重任。 张氏展现出了惊人的组织能力和坚强意志。 她带领宫中妇女们日夜不停地准备粮草,照顾伤员,甚至亲自登上城墙观察敌情。 在最艰难的时刻,她鼓舞士气,安抚民心,展现出了远超年龄的沉着冷静。 这段经历让张氏快速成长,也让她深刻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。 她意识到,要在这个复杂的皇家生存下去,仅仅做一个贤妻良母是远远不够的。 她开始默默关注朝政,学习治国之道,为自己和丈夫的未来做准备。 靖南之议结束后,朱棣登基称帝。 她多次考虑立次子朱高旭为太子,但每次都因为张氏的贤惠和朱瞻基的聪慧而作罢。 张氏的政治智慧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。 她成功地在朱棣心中为丈夫和儿子赢得了重要地位。 永乐二十二年,一千四百十四年,朱高旭位视为名人宗。 张氏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皇后。 然而,她并未因此而放松警惕。 她深知后宫中暗流涌动,随时可能有新的挑战出现。 果然,不久之后,一位名叫郭氏的妃子进入了朱高旭的视线。 郭氏是开国功臣郭英的孙女,容貌秀丽,举止优雅。 朱高旭很快就对她宠爱有加,甚至超过了对张皇后的宠爱。 面对这种情况,张皇后并未表现出嫉妒或愤怒。 她依旧尽心尽力地管理后宫照顾朱高旭的起居。 她明白,真正的较量不在表面的宠爱上,而在于谁能真正掌控大局。 郭贵妃因得宠而日渐骄横,在宫中横行霸道。 她认为自己已经稳操胜券,未来必定能成为太后。 然而,她忽视了张皇后多年来积累的政治智慧和人脉关系。 宣德元年,1425年,东,朱高旭病重。 张皇后立即意识到,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。 她迅速采取行动,一方面派人秘密前往南京,迎接太子朱瞻基回京,另一方面严密封锁消息,防止其他人趁机作乱。 当朱高旭去世的消息最终公布时,张皇后已经完全掌控了局面。 她果断下令,要求郭贵妃按照谷礼殉葬。 面对突如其来的厄运,郭贵妃惊恐万分,痛哭流涕,祈求饶命。 然而,张皇后冷酷地提醒她,如果你不从,你儿子的命运就难保了。 这句话击溃了郭贵妃最后的抵抗,她只能含泪接受了自己的命运。 朱瞻基继位后,张太后开始了垂帘听政的生涯。 然而,与其他垂帘听政的太后不同,张太后并不贪恋权力。 她深知,一个强大的帝国需要的是一位英明的君主,而不是一个独揽大权的太后。 张太后将主要精力放在培养朱瞻基,成为一个合格的君主上。 她为朱瞻基挑选了一批贤良的大臣作为辅佐,同时也耐心地向儿子传授治国之道。 在朝政上,她只在必要时提供建议,从不阅祖带袍。 然而,张太后的智慧并非仅限于政治。 当朱瞻基决定废除原配胡皇后时,张太后虽然心中不赞同,但并未强行干涉。 她理解儿子的决定,同时也怜惜胡氏的遭遇。 废后之后,张太后经常私下与胡氏交谈,给予她精神上的慰藉,使得胡氏虽然失去了皇后之位,但并未陷入绝境。 宣德十年,1435年,朱瞻基突然驾崩,年仅38岁。 此时,朱瞻基的长子朱祁镇才9岁。 朝中一时间人心惶惶,有人提议立张太后的小儿子朱瞻善为帝。 面对这种局面,张太后再次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。 面对朝臣们的争议,张太后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。 她坚定地宣布,新的皇帝必须是朱祁镇。 她的果断决定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夺敌之争,稳定了朝局。 为了支持年幼的朱祁镇,张太后再次走上了垂帘听政的道路。 这一次,她面临的挑战更大。 她不仅要管理朝政,还要培养一个九岁的孩子成为一国之君。 张太后深知,要让一个孩子成长为合格的君主,需要全方位的教育。 她为朱祁镇安排了严格的学习计划,既有儒家经典,也有兵法韬略。 同时,她也注重培养朱祁镇的品德,教导她要仁爱民众,情政爱民。 在朝政上,张太后小心谨慎,力求平衡。 她重用忠臣,打击奸命,努力为朱祁镇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。 她的政治智慧和远见着实,为大明王朝赢得了宝贵的稳定期,为朱祁镇的成长争取了时间。 然而,张太后并未因此而骄傲自满。 她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,多次拒绝朝臣们加封的尊号。 她常常告诫朱祁镇,君王之位,乃天下之重托,非一人之私产。 你要时刻牢记,治国安邦才是你的使命。 张太后的一生堪称是明朝后宫政治的一部活教材。 她以平凡女子的身份步入皇宫,凭借智慧和坚韧赢得尊重,最终成为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关键人物。 好了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。